法郎彩在前轮往期是失传了的 一开始不想做法郎彩 从不喜欢到喜欢到着迷 法郎彩是中西工艺跟艺术的结合 法郎彩最早是在欧洲的 佛朗德斯一个小镇 一到中国叫法郎 它这个法郎彩画面 它特别光亮 特别娇艳 另外画面它有涂凹感 法郎彩的用的材料相当精致 很温润很糯 稍微瓷跟出油的感觉一样 而且用两百倍的方达镜 它这个作品就像万花筒一样 像露珠一样精英提讨 法郎彩从瓷土开始 到制作成功也需要一百多道工序 每道工序有一点问题 这家作品就是作废了 它的材料从台土上要求落跟润 从颜色上 它要求的是这种纯天然的宝石级的颜料 从绘画上完全是工笔画法 从烧制上它是反复净活烧制 反反复一个颜色烧一遍 它用的我们行画叫套色工具制作而成 在制作过程中 用的油跟颜色去调和 用油去绘画 这样也能让它的颜色更光亮 颜色深的地方一定凸起来 颜色浅的地方一定凹下去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特点 自己熬制这个油 就是全天然的植物油 是不同季节用不同的油 熬制了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也申请了这种专利 就是法郎彩施工的这种制作专利 99年开始做 我的法郎彩是在2013年特别成功 做了13年的时间 我的祖父他也在研究法郎彩 这些东西也传出给我父亲 在他心目中 这个瓷器国粹国宝 从99年开始 我就开始进入法郎彩 陶瓷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 把这机器也投入了基本没了 当时做到是07年的时候 炸药了就是摊了 里边的所有的作品全摊了 没办法就把房给卖了 卖了是还债 所以那时候可能受打击挺大的 父亲在08年的时候 8月9号去的市 当时快去世的时候 还跟我说 如果说检测不下去不要做 因为你要生存吧 那时候就已经生存很困难 去世以后呢 我适合在一个多月吧 我觉得还是要做两条路 因为毕竟我爷爷和我父亲都希望把这事情完成了 当时也抱着这种心态 就是最早的一条路 虽然不知道这路能不能成功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做成了 但是我还坚持 2013年的11月9号 第一件叫作品烧成了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其实呢 我呢就像一个中华民族一个古老记忆的一个传承者 我希望呢 带着我正合工的团队 我们一起呢 把这个法郎彩的工艺呢 传下去 打造一个呢 中国来自世界的唯一一个法郎彩 或者瓷器的一个生日体 另外呢 我们计划呢 还要搞培训 搞教学 开一个法郎彩的培训教育学校 这样呢 把那些这个法郎彩的那种记忆传下去 先用瓷器叫中国两个字嘛 它跟中国是齐名的嘛 差异的嘛 而且法郎彩呢 它也是中国华夏民族文化最好的一个载体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做瓷器的人 我很自信 我又很自豪 所以说我想把东西传下去 把这些作品传下去 把公益传下去